我们今晚也来分享一个关于网络恋爱的故事 事件的主人公是我们茶馆的常客小赵 他急冲冲来找我 想要我介绍一个靠谱的算命史 我告诉他并不推崇封建迷信 而算命的人满街都是 何许我推荐 小赵却坚持说没找到嘴 原来他在美国留学的期间 经营街上 验身了一个欧洲的学霸男神 两年无论在掌声还是家庭被解惨 都很闷当富贵 因此不久便打算解惠 但他的未婚夫相信心作和占性 坚持要看生存八字是否合适 议算之下发现问题 说明的师父怀疑那男神可能结过婚 小赵听后大惊失措 气氛地去打扰真相 经过一番调查 发现那男神名声不错 而自己对眼的判断也相当准确 觉得这男神并没有隐藏上 最后他来找我 想问问是不是算命中出了差错 我本不懂算卦 但对这个事情产生了好奇 于是拿着男朋友的生存八字找龙师父看了一下 龙师父给出了一个结论 说这男的 桃花是桃镇王 红卵行动 但天喜星却落在了平水相逢的位置上 看起来像是经历过大婚 如今又要再取得征兆 不过 这人命中都刮弃成五 正观性纯正透彻 难道他是上我了吗 这不就破案了吗 很显然 他过去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不幸的是 什么去世了 为了不影响以后的成家 他才隐瞒了这段历史 这很正常 不能算是无点 因此 小秦也不必太过于担心 看这份算命结果 他是在二十一岁的年结果婚 必定在西北方家 你回去问问他 如果他不说实话 那么这个人也不值得说不忠诚 如果他跟你坦白了 你自己再考虑怎么办 我本以为人家的家务是怎么处理 都不会再来找我们 可没想到三天后 小赵竟然回来了 而且不仅仅是他自己 还带着那位所谓的 陈世梅小秦 一同来到我这里 对我感激地零 我忙不迭地表示客气 我这不至于 自己只是做了一点 微不足道的帮助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帮了什么忙 你们怎么还来谢我 结果 他们给我讲了一段 沉风多年的往事 原来 小秦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那所学校 乌克兰的哈尔克福国立大学 他曾听说 东欧的女性多 而男性少 美女如云 所以 国家对此有所期待 以为自己也能在留学期间 找到金法蓝眼的外国姑娘恋爱 但小秦到了乌克兰后发现 情况并非如传说中那样夸张 那些好看的本地女性 早已出国发展 剩下的也不够本地人消耗 根本不会轮到他这样的中国学生 不过既然来了 对本国人了解一下风土引擎 还是很必要的 因此 他就登录了 Facebook这款外国的社交远见 想教几个外国 在这个过程中 小秦结识了一位名为Natsasha的 奇尔尼克福姑娘 主书于奇尔尼克福公立大学 显示大一学 也许是因为网上见不到面 双方都比较放得开 或者是这位Natsasha本身 就非常活泼开朗 两人聊得非常投机 他们通过打字聊天 一人聊天 甚至视频聊天都聊得夜火朝天 视频聊天后 小秦更是感到兴奋 因为Natsasha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既有欧洲人的深水眼窝 和高挺一两里野性美 又有东方人的内脸含蓄 和青春之美 结果就在小秦幻想着 两人关系能进一步使用 有一天 Natsasha邀请小秦 下走去自己的家乡 切尔尼克福里 在我们中国一看来 如果两人关系不够深厚 肯定不会邀请对方到自家游玩 小秦对此非常欣赏 因为这是网林奔献的好机会 可能还会储存一段跨广的浪漫情人 于是他心通通地打包前面 满怀期待地赴约 见面后 他发现Natsasha比视频中更加真实 更加有能力 Natsasha的家人也特别夜情 甚至过分地夜情 在切尔尼克福的游览中 Natsasha的家人 总是问小秦是否喜欢Natsasha 是否愿意娶她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这些话应该更含蓄才能 可能是因为欧洲人的性格 比较开放之间 在科尔尼克福的最后一天 Natsasha的家人 为小秦和Natsasha 准备了乌克兰传统的礼物 开始小秦还不太明白 是什么意思 Natsasha对她说 既然你喜欢我 我们就按照乌克兰的传统 举行一场婚礼 小秦有点懵了 但后来告诉自己 这不过是一场游戏 一场体验乌克兰习俗的活动 婚礼现场没有司法官员 参加的都是党地的乡亲 她来这就是党地的风景 本夜是为了开心 当天所有人都戴着花环 女士们穿着长裙 男士们穿着蓝色的外衣 腰间还系着五色袋 气氛特别热了 整天大家都在唱歌跳舞 晚上折合的大家不省一日 自然有没有什么入洞房的环境 第二天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那插舌的家人将小秦送上返程的列车 临行前 那插舌给了小秦一个拥抱 说昨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希望未来能有一个真正的婚礼 对于小秦来说 整个过程像是参加了一个旅行馆 内容都是别人安排的 跟那插舌没有谈太多争事 他心想 以后如果要谈 网上有的是机会 这次来能找到这样隆重的接待 他有过礼的办理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了 于是 小秦便满一地坐上了车 安心返回了学校 自从那次回国后 小秦发现那插舌上线的时间 明显比过就少了去 每次交谈都是冲冲几句 然后便结束了 不知不觉见 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 后期 那插舌更是显少上线 小秦心里开始有些疑虑 想着那插舌是小艺术的 不应该这么忙 心里嘀咕 会不会是他准备把自己损了 但小秦想 等会我过完年这是我吧 就在小秦即将离开吴克兰之行 他接到了那插舌加营的电话 对方已非常抱歉的口气 希望小秦能再去切尔尼哥夫一趟 那插舌想着小秦最后一面 听到这消息 小秦几乎当场散掉 连机票退都顾不得了 火急火燎地干往切尔尼哥夫 当他再次看见那插舌 他已经病得只剩下狗 不再是曾经那个青春貌美的姑娘 你的插舌加营说 大家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因为他们住的地方 距离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和电站部 1986年 由于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 核电站发生了惊天动力的暴战 成为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当地居民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 在辐射屋檐中 生活了很长一个时间 那插舌就是在和泄露后 出生不久的孩子种的一员 很多新生儿 都有很高概率冠上白血病 那插舌也不幸中早 她知道自己运不久拿 却依然用纯净而美好的心灵面对生活 勇敢地笑着 太适当了插舌的家人 直到她在网上有了男朋友后 他们应征地为两人举办了一场婚礼 小秦听完这一切 非常的泪流不止 她放下了一切 比如在医院陪伴着插舌 走完医生最后的旅程 正是因为她的真诚和善良 将那插舌幸福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小秦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正如先前算挂时算出的那样 她成为一个善好的演 我问小赵 对于这种情况的找婚 她思考介意 小赵说 能找到一个这么重情重义的男人 她怎么可能介意 她说今天是来给我报喜 祝福所有有青年 中层眷属 永远不分离 万主长相伴